任何人 賴政府 搞什麼鬼 現在柯文哲炎壓前夕 民眾黨再度號召群眾上街坦克 喊出現場6000人 但這數字網紅4X貓聽不下去 活動的最後的尾聲呢 前面兩三區是有做滿的 後面就是零零散散的 所以我估現場人數 大概頂多就1000人 1000多人 不知道是要怎麼看算到6000人 可能是因為那個萬聖傑 他們可能有看到一些 看不到的東西 職員無法理解民眾黨怎麼計算人數 而從柯文哲被羈押後 班營開始全台宣講 從第一場官方宣稱的2萬人 一個多月過去只喊6000人 參與人數直直落 4X貓認為從西門町之後 就能看出端倪 西門町六號是我最熱鬧的地方 包括館長啦 國昌啦 還有裡面所有大咖的 只要叫出名號基本上都有來 但是看得出來就是大概500人 如果你們還要辦下一場的話 看要考慮耶誕節去新北耶誕城 那邊可能會好幾萬人 你們可以碰碰一下 大家對於柯文哲金流解釋不清楚 也產生了這個內心的支持度 就越來越低迷的狀況 柯文哲前幕僚點出小草離去關鍵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挽救颱勢 林國城台上欲出驚人 一句称總統府讓活動焦點全師 事隔一天他聲稱是言論自由 其他沒有多回應 黨內立委只能幫忙還夾 國城委員過去這段時間當中一定有很多傷心憤怒 跟對這個國家接下來民主憲政到底要怎麼走下去的擔憂了 公開的場合用演講的方式來刪貨民眾去衝撞總統府 本身已經違反了刑法153條的規定 屬於傷或他人犯罪 最高是可以處到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為了鞏固支持者民眾黨激情演出 是怕會嚇跑更多中間選評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